嗨,大家好,我是妮可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找到的一个让我的长头发掉发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小方法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会讲到我是怎么样发现这个方法的 然后用了什么产品 然后还有这个方法要怎么用 以及我总结的一些女生洗头发时应该注意的一些小技巧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掉头发的情况 我自己发现自己掉头发比较严重 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 就是每一次洗头发都会掉一大错 然后房间的地面呢 如果两三天不清扫的话 也会就是会积很多我的头发丝 好,就好在我的头发呢 是属于长得比较快的那种 所以发量没有说非常大量的减少 但是也是减少了的 我觉得我还这么年轻 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掉头发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掉的头发比我妈掉的 我妈那个年纪掉的还要多 我觉得这是很不正常 所以这两年我就一直在寻找很多方法 去让我的头发掉的没有那么多 我买了很多贵的洗护产品 然后也有去发廊 就是去沙龙,去菊油,做很多护理 都没有起到真正的缓解的效果 一开始呢我是觉得 我头发之所以会就是这样掉啊 是因为我,就是你看我大概也是从三年前 开始有这样烫发,然后染发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烫伤了,染伤了 也就是头发受损了 所以它才掉的头发 但是我现在的头发已经一年多 一年半没有去弄过 就只有剪,但是没有烫 没有做过任何的东西 但是它还是一样的掉 就是情况并没有好转 我将中国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呢 它的情况是跟我很像的,也是掉头发掉了有一段 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掉的比较严重的 我们两个经常会在微信那里探讨要用什么样的洗护产品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然后呢,她最近她妈妈呢就带她去看了一个老中医 然后那个老中医呢就是看了她头皮的情况 头皮的情况,然后问了她几个问题之后呢 判断她是得了一种叫做紫衣性皮炎的东西 然后紫衣性皮炎有可能会导致脱发 这个老中医就给她开了一种叫做硫磺洗发膏的东西 硫磺洗发膏的东西 她用了大概两三次之后 她就来跟我说,说那个东西真的很有效 就是她现在已经就是还是在掉 但是掉的没有以前多,明显没有以前多 我就问我的那个朋友 我问她说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这种 什么紫衣性皮炎导致的脱发 因为我想看下我自己是不是这种状况嘛 然后她就说,她就说,首先 她就给我列了大概五个点 她说,第一个呢,你要,如果你头发很容易出油 比如说两天不洗头 你的头皮,特别是头皮这个地方 就像抹了发蜡一样 就是油亮油亮的,特别黏黏乎乎的那种感觉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就是白色一点点嘛 然后第三点呢,第三点呢 就是你洗头发的时候呢 这样抠你的头发 或者说你平时就这样伸那个手指进去 这样抠你的头皮 抠头皮 然后你的指甲缝里面呢 会抠出来 就是会有一层 不是一层 就是一坨白色的粉末积在你的指甲缝里面 就可以抠出来的皮屑啊 然后还有第四点就是 头发头皮很油 这个地方很油 但是发烧的地方却很干燥 就是很干燥 分擦啊 像狗毛一样 然后第五点呢 就是掉的头发 这个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你们掉的头发拿起一根 看一下是不是大部分根部呢 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点 那他讲的这五个点呢 我全部都中了 当时我心里就 Oh my god 我竟然是因为我的头皮不健康 我的头皮生病了 所以掉了头发 我之前一直觉得 我这样掉头发就是烫伤染伤啊什么的 就是完全我的路子就错了 我完全想说要不我就先买 买一个来试一下 我买了那个试了没有效果 我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去看医生 所以我就先买了一个硫磺罩 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 为了没有广告嫌疑 我就不把他的招 我就把他的招牌捂住 他就是一个黄色的这样子 黄色的一个硫磺洗发软膏 我收到这个东西的第一天的那天晚上 我就马上去洗了个头 然后我就记录了 记录了我前三次的使用感受都写在这里 我怕我会忘记嘛 然后就记录了下来 那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 首先第一次 刚洗完 脱发情况没有减少 但是头皮感觉很清爽 头皮处的头发也根根分明 不再糊在一起 以前我的头发会 就是发根感觉怎么洗都洗得不是很干净 然后现在就洗干净了 一下就催干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梳头 还是有掉头发 可能稍微少了一些 但是总体变化不大 就是第一次感觉 除了头发 变得清爽了之外 没有太大的感觉 第二次 第二次是两天之后 我是两天洗一次头 冬天 然后 我用了它第二次 洗的时候也还是跟平常一样掉 有一点小失望 就是没有变化 但是洗完之后出来 梳开 梳开吹头发的时候 明显少了很多 将近是之前掉的一半 洗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掉 但是吹头发梳头发的时候呢 明显就掉的少了很多 然后第二次到第三次中间 没有洗头的那两天 我也记录了一下情况 就是用完第二次之后呢 不洗头的这两天掉发现象 也已经明显缓解了不少 然后就是到第三次 今天第三次用 洗的过程中掉的也少了 大概少了之前 大概少了之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相信在下一次用会掉的更少 然后我下面还有一段 对了 之前忘记记录 用了这个洗发膏之后 头发不那么容易出油 起头皮屑 洗完之后的两三天 头发相较于我之前来说 都绝对是处于一个很清爽的状态 那然后之后的第四次用 第五次用 然后昨天晚上是第六次用了 我就没有再记录了 因为它整个趋势就是 你的头发会掉的越来越少 然后我觉得 现在我掉的发量呢 大概就是我两年两年之前 就是那种那种程度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女生头发长的话 肯定会掉一点嘛 不可能是完全不掉的 那现在它治疗我的程度呢 已经到了 我觉得这个掉头发的量呢 是属于正常范围 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这个东西呢 它对我掉头发呢 有非常大的帮助嘛 那我要讲一下 我是怎么样使用它的 首先呢 我使用它呢 是我只用在第一点 我只用在头顶 因为它洗完头发 你的头发会变得相当相当相当的干色 就是那种很干很干的状态 所以呢 就只能把它用在头皮 那发烧就不能用 就只用在头顶 然后第二点 就是这个使用的顺序呢 是要先用完普通的洗发水 就是你家里普通的洗发水 用完了之后 简单的洗完你的整全 从头到尾都洗完了之后 再用洗发膏洗头顶 然后第三点 就是必须用护发素 就是因为它太干了 就是你头顶 你的护发素一般放在发烧嘛 我现在就是放发烧 然后呢 手上还残留了一点点 我就把它抹在头顶 这个地方 我就想讲一下这个 纸一性皮眼导致的脱发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有可能现在看视频呢 你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就是你应该去预防这个情况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自己不知道 那首先 先讲一下纸一性脱发 也称早突 早突 然后很多发生在青壮年到中年的男性身上 就是男性 就是那种大叔经常秃头的 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叫做纸一性脱发 跟这个跟熊性激素有关 但是现在很多女性也有 就是我们 女性也有 跟现代的我们的作息 习惯 生活细节 饮食 不健康 这些都有关系 那会产生就是这个纸一性脱发 原因有很多 但是主要是因为 头皮潮湿 这个地方 头皮潮湿 细菌反生 感染引起的纸一性皮眼 我就一直在反思 我为什么会让我的头发 就是生病了 然后我就想到了 好几个原因 就真的是我生活中 没有做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告诉你们的一些 要注意的预防 这个纸一性脱发的 一些生活习惯 那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子做过 我之前就是经常这样做 就是 当我的头发顶部 就觉得很毛糟 就是很多那些小毛毛刺起来 看起来很不好看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头顶 擦一点点护发精油 或者说护发乳之类的东西 其实这样子对头发 头皮很不好 因为它那个护发精油 或护发乳 一般其实是针对发烧 然后你擦在头皮的话 其实是会太油腻了 那就会容易产生 就头发就会出油啊 然后就会容易产生细菌嘛 第二点 就是头发不吹干 不吹干就睡觉 我有时候是真的 有一点烂 就之前 就是头发没有完完全全吹干 然后我就算了 就把那个吹风机收起来 就去睡觉了 这样子呢 就是上面说的 头发潮湿 细菌繁生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人都会 就是头发没有吹干 就去睡觉了 这样一定要注意 好第三点 第三点这个呢 要低下去洗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是这样记录的 就是我大概是 也是一年多 也是大概两年前吧 我就搬来了新家 然后新家的这个浴室呢 洗头发呢 就是不方便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把头低下去 然后头发这样 在前面这样 这样洗 就是不方便这样洗 然后我就一直是这样站着 然后那个 那个淋浴的那个东西 就这样下来 我是这样子洗的 这样子洗的话 像我们头发这么长的话 说实话是非常难洗得干净的 特别是头皮 头皮的地方 就是你 你这样子冲的话 它可能里面还有残留一些什么 那些洗发水啊 洗发筋 或者护发素 还残留在你头发里面 它洗不干净 那所以呢 就回想起这个点呢 我就觉得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造成我 这个直异性 头发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现在不管浴室再怎么不方便 我都是这样 完全低下去洗 这样子呢 会洗得更加干净 会让你的头发更加清爽 然后还要提醒一点 就是 现在准备放寒假了 准备放寒假 我知道看我视频 有很多是学生 就是在家吗 在家宅着吗 看剧啊 什么的 千万千万记得 一定不能因为你天天待在家 然后就很久不洗头 我之前也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是 因为今天天天待在家 然后有五天 就是隔了五天都没有洗头 我真的是 那时候就是懒到家 懒癌发作 千万不能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你的头发 其实看起来好像不脏 但是其实头皮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细菌在那里 然后很多油脂啊 什么乱七八糟 糊在你的头皮上面 然后就导致了它 很容易会出现生病的状态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个很重点 很重要的一个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也 像我之前一样 就经常掉头发的话 就是 你应该去多关注一下 是不是你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 然后去关注一下 是不是你头皮生病了 不健康了 才出现这种掉头发的情况 而不是盲目的 像我之前一样 就去买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 很贵的 然后还海淘 我觉得头皮生病的这个问题呢 好像 反正我身边的人关注的不多 但是实际上 我查阅了那么多资料之后 我发现头皮不健康 其实非常 很多人都有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然后就一直的去走很多的冤枉路 如果你的特征跟指一新脱发 那个那些特征不吻合的话 但是你还是在调 我强烈建议你应该去看医生 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而不是盲目的去买其他乱七八糟的产品 好 所以这个视频的重点呢 就是要关爱我们的头皮健康 对 没错 最近出的两个视频呢 我收到了很多私信 说我的发 就大家觉得我的发质变得好了很多 那希望我可以传授一下自己的经验 那这个内容呢 我应该会放在下一期视频里面做 就是告诉我 告诉大家 我是用了什么东西 要用什么技巧 让我的头发变得看起来发质更好了一些 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还有订阅我的B站频道 那我更新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啦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